有一个很急促的脚步声 跑着进我们的时度 嘟嘟嘟嘟嘟 推开门 我也很紧张给他弄到 我就第一天不到 还没有开始讲话 我就犯了这个错了 很多人是叫我一哥啦 你那么懂 爱面都是从聊天开始的吗 就觉得 连吃早餐 喝咖啡 还有女生来跟你讲 Hello 不要烦我 我不要 Hi 大家好 欢迎来到 Akiyo & Mia channel 我是Akiyo 我是Mia 这下呢 又是关于你系列了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是什么嘉宾呢 对 今天呢 我们来到这一个 非常有画气息的感觉 因为呢 有点酥香味是吗 是 因为我们要提升自己的气质 所以来到这里 除了画画之外呢 我们还有 就是请到一位嘉宾 对 这个嘉宾呢 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他是我的闺蜜 他是我的兄弟 他也是我的室友 室友 他是我老公 哇 我们有请阿久 有没有觉得 我们现在很像 就是很有气质的 在这边访问 我只是觉得说 换了一个地方聊天罢了 因为平时我们都是在家里面聊天的嘛 因为太熟了 我们真的是 平时我们就是hair着了 好啦 其实呢 今天呢 我们就是请阿久上来 就是要跟他一边聊天一边画画 对 那么今天我们除了有画画这个section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挑战 对 因为我们在五分钟之前呢 才收到今天的画画的主题 那是什么主题呢 主题就是 心目中的风景 事不宜失 我们马上开始 其实 OK 其实呢 我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画了 然后我们一边画就要一边跟你聊天啊 OK 是吧 你不要太专注好不好 等一下你一直不想要跟 不会不会不会啦 我可以一心二用的 只是我很好奇 你们会问我什么问题 没有啦 好啦 其实我认识你是通过 S-Raw这个新秀大赛 啊 那么其实呢 可能刚刚Follow阿久的人 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 参加过S-Raw 而且是获得第四名的这个新秀大赛 这个歌手 不算歌手 我从来不算是歌手过 就曾经参加过比赛 对 然后呢 也担任过这个背包客的主持人 好几年 然后甚至现在已经是电台DJ了 那么其实呢 到现在为止 你还有没有怀着这个 歌手梦 歌手梦是有的 而且 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当开始有 算是settle了孩子的东西之后 就会更加的想要把这件事情给完成 只不过比起以前的话 就是以前会很单纯的 只是想要当偶像啊 的那种歌手 想要做一个很好的作品呢 还是说单纯的 是想要当歌手罢了 我觉得因为那时候自己还没有太多想法 所以你当然会想要 一定有自己的代表作 但要如何有自己代表作的话 那时候还没有想法 所以为什么我说 尤其这几年的话 自己经历的也多了 然后年纪也比较大了 所以比起以前 纯粹只是想要当一个偶像歌手的话 现在会 如果真的有作品要发的话 不是为了要发歌而发歌 而是真的有一个故事想要传达出来的 然后以这个方向去成为那个歌手 感谢很多人认识你都是因为 Goshen的电台DJ 甚至是以前Mind FM的那个DJ 对 那其实你进入这个行业 已经有快应该六年多吧 默认的 我是一三年到现在 在这个期间里面 你有遇过什么最难忘 或者最难的挑战吗 OK 我先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就是 最难忘的那个事情是 我第一次踏进这个studio 然后我要on air的时候 那时候是周末 所以整间公司没有什么人 只有我跟Emily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 哦 我先上厕所啦 因为那时候我完全对于 机器那些操控是不懂的 我只是懂那时候的音乐太大声了 我就是好烦哦 我想要关小声 然后我就按了关小声哦 然后就继续坐下去 那边按电话等等等等 然后突然之间呢 有一个很急促的脚步声 跑着进我们的时度 嘟嘟嘟嘟嘟嘟嘟 推开门 我也很紧张给他弄到 然后呢他就讲说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然后他就把我那个volume 推回去 原来我不小心把 直接出街的那个声音 按底了 所以现在 就是那些人听的电台声音 是突然间没有声音的 然后我们电台有一个规则就是 多过七秒钟 没有声音的话 就是来收购要被罚这样子的 我就第一天不到 他没有开始讲话 我就犯了这个错了 那个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从此之后我就知道说 那个机器不可以乱动 那时候也没有被骂 那时候还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我什么都不懂嘛 那个责任是在我的那个伴侣身上啊 因为他没有叫我 然后直接走掉了 他就很信任我的 就直接上厕所了 当电台DJ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 OK 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 所以很多那首第一首的消息哦 有可能不再是我们传统媒体 传出去了 因为我们也试过很多次 例如说啦 某某某想要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然后就是跟唱片公司已经有达成协议说 几时会一起公布的 但是就会有一些 离开的信息出来 但我们又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他离开了 然后我们马上讲 就是需要那个第一首消息嘛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算那个独家这样子了 好吗 但这方面的话 因为互联网的发达 就导致我们有点被动了 再加上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传达的是正确的资讯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 核对过是正确的 我们才会讲出来 那个责任感会导致我们是 你可以说我们的效率 不再像以往那么的快了 这个方面的挑战是蛮大的 就是我们要如何在 也没有说太过独家的情况底下 还是有办法去让别人觉得说 只要一想到这个演唱会 就会想到我们电台 然后如果说难忘的话 我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分享 其实就是做DJ最大的挑战 跟YouTuber的分别 就是我们有很多尺寸要拿捏很好 例如说有一个我很难忘的 那时候罗智翔来到马来西亚 然后我就搬租币时 我就搬了租币时 我特地去到那个机场 想要借他机 然后拍content这样子吧 刚要在机场下车的时候 那个公司就召唤来 走你不能啊 你不能下车 你不能去到他面前啊 因为唱片公司说不能啊 不能这样子啊 因为他们没有就是安排到这样子啊 所以你绝对绝对不可以出现在他面前啊 所以我当下就很无奈 因为毕竟是商业上的一个合作 然后再加上我也是打工不了 所以很无奈的 然后我当下只能是躲到远远的一个角落 然后幸好的就是罗智翔的马来西亚的一个 后援会的会长是认识我的 他知道我这么做 他就叫罗智翔说 你看那个远远的那个人 Oh my god 所以他就远远的看着我 然后他就一边走过去了 我就蹲在那个路边那个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是穿着那个 红色的裙子 对红色裙子 然后就坐在路边那边 然后就看着他走过了 我就很想重新去 不能不能不能 就这个是很难忘 然后又很大挑战 那我们作为电台的DJ 就是要在一定的那一个尺度上面 去发挥我们的创意 所以这是很挑战一件事情 好啦 其实在电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DJ 那么呢 你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呢 很多人是叫我一哥啦 但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哥 因为我觉得说我离那个还太遥远了 我自己的定位就是 我希望自己是一瓶酒吧 就是越摆越好喝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带欢乐给大家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啦 我每一天早晨 上巴士哦 就是听MyFM 然后 然后 就听他们的文贡餐 你会听到很多的欢乐的 但是就因为听到他们的声音 就会觉得说 那段时间也变得没有那么难熬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 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我也知道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是想要当电台DJ 或者主持人 所以你有什么话想要对 抱有铜镜的这些朋友说吗 很多人真的有DM我说 啊我要怎样加入 Astro 的电台啊 OK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当DJ的话 你要有一个心理的建设 跟心理的准备是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 每一天 讲话 找资料 想idea 是一个无限的循环来的 然后再加上现在又要拍影片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一周五天都在工作 剩余的两天 也是在为全新的一周 在做准备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算的话呢 那其实你是绝对有很大的机会的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电台 最近这几年啦 尤其是也的确蛮缺人的 那其实Jo 你的就是职业的关系 你常常都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 甚至美女 对吗 讲真的 有艳遇吗 哈哈哈 所谓的艳遇是什么 她会留我这样子啊 不是留了啦 就是来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可以有很多机会认识到女生 OK 对 其实对你来说 你会觉得困难 不是困难 就是有点 一个好处嘛 不是好处 就是 吃得不吃得啊 麻烦 因为你老婆会吃出还是什么 我把包困了 没有啦 就是你们 就是 不能这样子对嘉宾的啊 哈哈哈 OK 其实呢 就是我是想要表达的就是 老婆会不会吃醋 老婆会吃醋啊 她一直都跟我说呢 我 我不会吃醋的 如果你是真的会因为工作 然后或者是什么原因 认识到小三的话 这样你这个男人都不能要啦 你不过我黑啦 哈哈哈 没有啦 她说啦 但我觉得她有吃醋的 她肯定有 她会吃醋的 她肯定有 哈哈哈 因为这个问题是她叫我问的 哦 没有啦 所以你需要听到什么样的答案 公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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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 你就觉得 哦 这样子 就觉得哇 身边很多美女 那会不会是说 她会跟人家就是 就是 就是 没有曖昧啊 就可能聊天这样子 就会觉得 聊天肯定会有的哦 就是 聊天 然后你那么懂曖昧 就是从聊天开始的嘛 就觉得 会不会主动去搭话 这样子的东西啦 因为我觉得 你去主动搭话 要不然你打招呼 打招呼 过后你主动去搭话的话 就是 你对那个有兴趣 你才会主动搭话呢 对不对 是不是 违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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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嘛 那其实很想问就是 这些年来 你有没有特别 最想要感谢的人 一定要感谢的是 我自己 为什么 因为 会有很多人要帮你 但是如果你自己哦 没有帮你自己的话 别人是没有机会去帮你 所以你的所有的坚持哦 都是让你可以 成功度过那一天 然后继续前进的 所以你一定要感谢你自己 不是说叫你不要饮水誓言 而是 你要明白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因为其实 很多人可能会说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我要感谢某某人 但是 我是第一次听到说感谢自己啦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忽略掉自己 其实很多人都会 我错去了 很多人都会讲 哇你老公很厉害耶 是全能爸爸 没有没有跟我讲的 超好的奶爸 这其实你觉得 你自己是吗 我觉得我自己还不是啦 讲真的啊 我们大家都公认知道 阿周是一个全能爸爸 我们会觉得疯狂的是 就是你跟工作 同时还可以照顾小孩 哦 我就觉得你们的时间 真的是 我跟阿花都会觉得 哇 疯狂 因为我自己 对于全能爸爸的定义啦 是 我的孩子 他有什么疑问哦 我是可以很 解决 解决 就是会帮他们解答到的 那我觉得这方面的 knowledge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 还需要很多的学习啦 只是 所以我目前 我是体能上的全能咯 这样子 你有什么 就是一个小小的tips 给一些新手爸爸说 要如何 像你这样子可以分配好时间 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 balance 他一定要在特定的时间 有一方面是必须要 priority的 例如说 我会在 135 more on 家庭多一点点 我就把我工作更多的 集中在2跟4这样子 当我就是工作的时候 我就赶快的去完成它这样子哦 然后照顾他们的时候就 只是想着要如何照顾他们咯 最近呢 有看到你跟Nia 一直宣教女孩的引线 你们其实讲真的就是有 打算要升第四台 老实讲啊 老实讲 老实讲 老实 没有 为什么没有是因为 这一次哦 是很肯定的 因为before sunnest的时候 我们还会犹豫的 有时候很多人问的嘛 但对于接下来第四个的话 会真的会蛮肯定啦 至少目前是真的没有要的 没有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说目前哦 已经去到差不多 照顾他们三个 已经差不多失去balance了 就是我要如何兼顾工作 跟那个照顾他们了 已经almost out of control了 所以如果再多一个的话 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兼顾得到 所以已经帮你们解答了 不要再问我们咯 我们的确还是会share 我们还是会很爱的 OK 但我觉得幸好 Aki有一个女儿 物质非常可爱 OK 我们就把她当作女儿 这样子来养 这样子来疼就可以了 我应该给一点生活费来 哈哈哈 老公 蛤 如果 给你一个小时 哇 这样美了你呢 还跟我讲你不会话 对 如果是说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不用顾虑任何东西 不用担心 然后你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会想做什么 一个小时做不到东西 太短了 OK 一天 哇 一天咧 很多24小时 如果是一天的时间的话 我应该会睡到自然醒 自然醒之后 我就会 对着床外伸个拦腰 就慢慢的伸拦腰 因为我那一天 我的所有动作 应该会变得很慢很慢 然后再躺在床上再烂一下 然后我就会慢慢吃个 烂烂餐啊 我就会去找一个很有feel 很有阳光的一个cafe 坐在那边吃早餐 喝咖啡 还有女生来跟你讲 不要烦我 我不要任何人 I need my time OK 老婆都不要 不是我一个小时 给你一天给我呗 OK 我先买戏票 然后逛书店 然后 很认真的在安排啊 去看戏 然后 再去blusery 然后就回家 然后我就会躺在床上那边 烂 OK 我要 一回到家 我要泡沃热水澡 然后就会开始黑到半夜 我觉得这是很普通的 一个人的生活 就是一个单身 这个队友现在我来说 是一个奢侈来的 其实就因为知道你是非常迷就是 球赛这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 足球跟老婆 你会选哪一个 哈哈 这个问题是你老婆sade 我对我的 这个不用选吧 肯定是老婆啊 老婆啊 可是如果有选老婆 不能再给你看球赛了 不会了 我发现我老婆最近比较好的就是 她 她允许我自己有自己的me time 做我 做你自己罢了啦 我也是近几年才看为球赛罢了嘛 可是我没有阻止过你啊 没有阻止过 所以我 其实我本来从以前我都没有阻止过 还要做的事情 她自己没有去做罢了 所以她就一直以为我不给她去做东西 哇 我叫她请老公上来哦 就会给老婆有机会 就是一直 喂 是她 是她 那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画完了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问题要问 其实啊 Joe 你有什么一些最近的秘密 没有告诉过你老婆的吗 我都知道有秘密 这个我很想 知道耶 基本上是没有的啦 有什么东西都会跟她讲 秘密的话 我连本来是秘密 就是想要去看世界杯都跟你讲了 我觉得 应该是很少有秘密啦 因为睡在床篇 你都会讲啊 她是你的soulmate 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讲 好啦 那我们的这个反腕已经到一段落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自己心目中的风景都画出来 哎呦 来我们就先从秘密啊开始 我就从嘉宾开始 嘉宾 OK 嘉宾开始吧 嘉宾 还不错吧 OK 来 Describe 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风景呢 OK 这个是 曾经有一个女人告诉过我 她希望就是 我们老了之后的住家的风景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对湖对山 的一个很好的退休生活 而那个女人就是她 哇 哇 当时候你的孩子应该长大了 还不是这样子 可是因为 没有嘛 你没有听过吗 就是孩子在家长心目中 永远都是小孩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希望说他们永远都是我们最可爱的小孩子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我心目中的风景 因为我其实有个愿望就是很想要 然后出国就是看花 就是他们的花季 因为马来西亚下潜嘛 就没有所谓的花季 或者花海的 嗯 有啊 金马轮友啊 但是我很想要去就是去那个荷兰的 哦 看他们的花季节 那个是我一直以来很多年都很想要去 可是很容易就是被其他的国家去 就是带走 带走啊 因为就是想到我可能去韩国啊 韩国啊 日本啊 对就是去冰岛这种地方 可是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去看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每次一关就会想 我很想要去看花海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到我的 感觉他们两个人都在画风 真的是风景 我是画 我是你啊 哈哈哈哈 而且目前的也突然间太大了吧 那个下巴 OK啦其实 我是为什么会想画他在天上飞 有小气球 然后 其实 你想让他飞走是吗 不是啦 因为他是礼物从天上掉下来这样的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啦 其实 因为我觉得可能近这两年来 他占据我生活很大一部分 因为我一直都在照顾他嘛 对 就是很希望啊 就是一直这样子成长 然后 然后哭我哦 讲到 然后就很希望他快乐的长大这样 不懂我一直很感触 哈哈哈哈 一讲到我就感触 所以就 希望他一直快乐的长大 然后像这个小甜食一样啦 谢谢大家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前进 然后努力 对 好啦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分享 还有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哦 拜拜